这种小植物就很特别了 有人叫它雪剑稠 奶浆草 红丝草等等 其实它的中文名叫地井草 是大吉科大吉鼠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 全株匍匐生长 植株比较矮小 朋友们 这个就是地井草了 虽然很常见 但是它的价值却很少人知道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说到地井草 在以前人们会把它采收回来 晒干保存 或者拿到集市上面售卖 而如今它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 它的茎杆为红褐色 叶子对生 叶变成植圆形 非常的细小 背面灰白色 有一条明显的紫红色中脉 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 它是一节一节匍匐生长的 把它折断以后 就会有奶白色的枝叶流出来 所以叫它奶浆草 它还有一条明显的主根 就像钉子一样生于地下 那么地井草为何又叫它雪剑稠呢 我们知道雪剑稠是一种纯形科的植物 之所以把地井草也叫雪剑稠 是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草植物 其架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说一种植物往往也会有不同的别名 朋友们识别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哦 那么您对地井草还有哪些了解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关注小满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